故事发生在莱卡这个毒品发源之地 也心勃勃的豹哥给毒枭查猜带来了一份大力 不但让小弟阿天抓到了查猜身边的叛徒 更是帮他揪出了潜藏已久的卧底 于是为了表示感谢 查猜将整个毒品货源全都给了豹哥 然而刚准备点燃一只雪茄庆祝一番 豹哥就发现火机里竟被卧底藏下了窃听设定 与此同时伴随着刺耳的警铭声大批警察蜂拥而止 全副武装的警察将此地围得水泄不通 为了活命毒枭众人展开了疯狂反击 混乱中豹哥派出的小弟开着车及时赶 然而就当众人即将逃出升天之计 身后的阿天 不但头破血流倒在了地上 更是被一枚破碎的蛋片穿透了头 倒下的阿天被当地警察关进了奈卡监狱 不久后豹哥前来探监 并许诺三年刑满释放后就将自己的位子交给他做 但脑海里的蛋片让阿天无时无刻不再经受着痛苦的折磨 更是在三年快满之时遭到了同门的暗杀 恍惚间突然被身旁的犯人偷袭 随后另一名犯人竟也平时发难 看来明显是有人预谋已久 想让阿天在出狱前死在监狱里 然而虽然被蛋片折磨得神志不清 但区区两个小卡拉阿天还是能够对 可此事门外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竟然是帮派同门孔雀的亲弟弟 此番带来了一帮亡命之徒想要置他于死地 没想到孔雀竟也想要争夺帮派化石人的位子 此番入狱最大的收获便是认识了这位名叫阿珊的年轻人 为了给患有心脏衰竭的妹妹做手术 只要给钱阿珊便会帮阿天摆平所有的命 虽然是有偿服务 但三年下来阿天早已将他当成了兄弟 而此时只剩下孔雀的弟弟活水一人 阿天支开阿珊决定亲自解决他 三年的苦瑶生活终于结束 没过多久阿珊也刑满释放 然而回家后发现妹妹心脏的医治迫在眉睫 可350万的手术费根本就是天文数字 于是决定前往香港寻找阿天 而此刻的阿天已经回到了帮派 不但欣然接受了这个狱中的兄弟 更是当成心腹介绍他认识了戏狗和阿欢 可没想到身是干净为人仗义的阿珊 其真实身份却是警方派来的卧底 社团的金牌打手阿天出狱回归 本以为当初承诺的帮派龙头位置唾手可 可没想到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 在入狱的三年里 同门师兄孔雀功劳显著 也同样得到了许多师叔伯们的认可 而在阿天杀了他狱中的弟弟后 两人已是形同陌路水火部 够了 想聊证件事吧 然而孔雀竞争作馆的最大筹码 便是此前搞定了码头的地头蛇祥伟 使得集团运输毒品的水路畅通无阻 但依然得让祥伟抽取两成收益 既然如此阿天并不再废话 决定就先拿祥伟开刀收回这拱手相让的两成 也想借此堵住反对者的声音 可殊不知此番决定 不久后险些让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位 人多失众的祥伟异常嚣张 根本没有把阿天几人放在眼里 既然已经没有谈下去的必要 那就凭实力说话 当晚阿天就带人来到了码头 目标对准了响伟最得力的手下曼巴 跟金百战而久未开昏的戏狗和阿欢大开杀戒 先行一步的阿珊更是以一敌时势不可挡 曼巴虽然手下众多但很快就败下阵安 精疲力尽之下最终死在了阿天手上 首战告捷阿珊功不可没 只因上级承诺将来会医治她的妹妹 于是早在三年前 警校还未毕业就被安排在了阿天身边 然而此刻妹妹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被送进了医院 必须马上进行心脏移植手术 巨额的医疗费让阿珊不得不再次联系上级 可换来的却依然是经费不够需要向上申请 一筹莫展的阿珊心灰意冷 然而就在她绝望之际 阿天知道了她的事并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 救下了命垂一线的妹妹 阿珊的事就是我的事 这让阿珊开始怀疑到底什么才是黑什么才是白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豹哥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 并借着一段隐晦的故事暗示阿天身边藏有卧底 你还记得我老婆吗 记得 收获去世了 是我做的 我怎么想到 他是卧底呢 然而此刻的阿天只想尚未立威 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悄然而止 阿天望望没想到明明仅有三人知道自己的行程 却被响尾带着杀手堵在了酒吧里 来 请天歌下来 81个杀手围上了阿珊 而此时另一名杀手偷偷拿出事先藏好的针 瞄准了受伤后实力大损的阿天 此人的实力明显高于普通杀手 不但扛下了几波重击 更是将针管扎进了阿天体内 虽然拼尽全力解决了杀手 但意识已经逐渐变得模糊 身体也慢慢失去了控制 最后轰然倒在了楼梯下 而此时阿珊想要过来扶起阿天 却被身后的响尾偷袭裸脚 此时要性发作的阿天只能倒在地上任人宰割 随后不但被响尾抓回了老巢 更是被切下了两根手指 然而受人指使的响尾并不打算就此罢手 再将断指寄给了鲍哥 并要求毒品收益提高到三成作为交换后 从不信守承诺的响尾打算就此了结阿天的性命 然而就在阿天命悬一线之间 老巢的大门突然被炸开 烟雾中阿珊开着一辆货车闯进来 并带给了响尾一个大大的惊喜 是马如命的响尾立刻答应放人 然而没等二人走远就被响尾的小弟团团围主 既然走不了那就只能拼死一步 虽然两人身经百战都能以一敌十 但对面人数众多加上阿天受伤未遇 此消彼长之下很快便陷入了独战 然而就当两人即将历劫之际 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戏狗和阿欢终于及时感到 两人毫不犹豫地一枪引了 很快便消灭了对面的所有小弟 然而混乱中响尾却不知所踪 可就在戏狗四处寻找之时 藏在吧台后的响尾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 阿杉 阿杉 你那天晚上怎么知道我在酒吧 说了你就会放过我吗 动手 毫不犹豫地解决掉响尾后 阿杉从他身上翻出了一部手机 也终于找到了串通外人残害同门的叛徒 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如此沉重 此三阿天不但揪出了吃里扒外的叛徒孔雀 更是成功解决了响尾这个社团的心头大患 顺理成章被推选成为了帮派作馆 然而如愿以偿的阿天 殊不知马上将面临更加残酷的考验 一边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另一边是不离不弃的红颜 却不得不做出选择杀掉其中一个 两边都情同手足阿天该如何面对 原来鲍哥早已知道阿天身边藏有卧底 便让阿欢暗中调查救出内鬼 可没想到在调查出阿杉就是卧底后 一时情急的阿欢失手打死了阿杉的妹妹 虽是无心但阿天知道 失去妹妹的阿杉一定不会放过他 于是便准备连夜送阿欢跑路 然而不但阿杉已再次等候多时 就连鲍哥也知道了此事并出现在了码头 阿欢 我叫你把人找出来 你居然跑路 阿天 你是坐管来的 要找那只鬼出来 既然你坐在这个位置 就要教人 他们两个必有一个事 你自己决定 面对鲍哥和社团的一众舒服 此时阿天必须要做出选择给众人一个交代 然而就在他刚要抬起枪时 身旁的阿欢看他如此为难便突然出手夺下了枪 可没想到鲍哥身边的女保镖形如鬼内 闪电般的伸手根本不给阿欢机会 阿山 对不起啊 天哥 我不能被你走到最后了 为了弥补误杀阿山妹妹 也为了成全心中一直爱慕的阿天 阿欢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飞蛾扑火的结局 只留下了冰冷的躯体在阿天怀里诉说着无奈与不舍 死了那么多人真的知道吗 做到我这个身份早就没有退路了 手足的先后离去或许就是作馆所要付出的代价 甚至连阿天身边的卧底阿山也即将面临着灭顶之灾 此次前往来他将要进行一次重要的交易 然而阿山也早已将此事汇报给了上级 并巧无声息给警方留下了交易位置的线索 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卧底身份早已暴露 不用看了 警察不会来的 豹哥手上的纸条正是阿山留下的线索 此刻却成了铁证如山的把柄 没想到一直以来如此信任的阿山 最终还是出卖了自己 但毕竟兄弟一场阿天还是决定亲手解决 至此阿天身边最得力的手下已悉数被杀 可他没想到此刻豹哥这个老狐狸却突然笑了 并给阿天讲了一个面馆的故事 好吃的面让他非常上瘾便想一直吃下去 正如位高权重的坐稳位置让他根本不愿拱手相让 然而要想连任并且坐稳 就必须要消灭金牌打手阿天这个心头之患 于是从一开始派活水对狱中阿天的暗杀 到透露阿天的位置想借响伟之手除掉阿天 再到让阿欢暗中调查卧底 并成功挑拨了阿欢和阿山的关系 最后借阿天之手除掉身为卧底的阿山 所有的一切都是豹哥这个老狐狸在暗箱操作 直到此时阿天身边无人可用才露出了真命 然而就在豹哥以为胜券在握至极 突然一枚手雷从天而降 烟雾散去此人竟然是潜逃在外的孔雀 随着一阵疯狂的扫射很快便清扫战场 原来豹哥最终还是小看了阿天 没想到阿天不但没有杀孔雀的弟弟卧水 而且早就猜到了豹哥的布局 及时的提醒让孔雀侥幸逃过了豹哥的追杀 然而被玩弄于鼓掌之上的孔雀正准备给豹哥致命一击 地上的女保镖突然暴起发难 猝不及防之下孔雀终究还是难逃一死 随后快如鬼魅的女人锁定了阿天 可就在阿天难以招架之际 被杀的阿珊却突然起身拼死抱住了女人 原来阿天早就料到会有之前发生的隐秘 于是事先就让阿珊穿好了防袋衣 阿天抓住机会狠狠地将女人摔在了地上 随后锁住脖子撞向桌角 强悍的男人婆终于倒下 至此只剩豹哥一人便可通关 原来身为作管的阿天竟然也是警方派来的卧底 而唯一知道自己身份的上级在三年前不幸遇难 自己也在之前的爆炸中被弹片击中到 只剩半条命的阿天只想守任豹哥这个一直以来的目标任务 也是给死去的戏狗和阿欢一个交代 或许不留遗憾轰轰烈烈的死去 才是自己最好的归宿